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能够兼具通勤跟玩乐 一台车满足多项需求 那其实在小型跨界修旅呢 大家都注意到 现在的产品力确实越来越强 那以MG来说 浩生 之前的HS 当然在中型的这个急剧 它就打出了一片天 没错 而延续它的很强的气势ZS呢 大家更看到了所谓的价值创造者 没错 怎么样的创造 就是我给你很好的配备 但我的价格又让你觉得非常合宜 有赚到的感觉是不是 对 其实延续了MGHS 这样子的一个风格之后 我们当时在ZS还没出来之前 就会期待说所谓的大满配 所谓的它的价格到底会到什么程度 对 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实车的时候 发现它真的是算是同级距里面的所谓的大满配 就有没有在这个级距里面 别人都还没有 你就给我了 它确实是这样 除了有这个之外 再来就是说它的质感依循了老大哥HS HS也做得不错 对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气势之下 我们从今年一到十月 其实MG就已经创造了大概一万台的这个车主 很惊人 那尤其是我们最好奇的十月份是ZS整整挂牌一个月的时刻 它现在大概接了已经交了750以上的这样的车款 其实是相当于他们所预期的 好 那我们从前面来开始看起 对 我从前面开始看它的整个外观设计符合现在时下年轻人喜欢的样貌 就是活泼多彩年轻 那包含它这个中央的这个八角的这个logo旁边的这个矩阵式黑药的水箱护照 其实它亮面的这个材质搭配保鲜干左右两边亮面其实还蛮有质感的 那当然左右两边的头灯也不能少了LED 除了LED之外 我觉得本身的那个造型很好看 对 再加上它有转向辅助 对 那尤其是他们定义以为叫做银石之翼的这个LED头灯 我们从旁边看过去 它有层次感的 很漂亮 很漂亮 就是一条一条这个层次感 所以它的定位虽然是平价 可是它并不会阳存 虽然平价 但金的请你细看 没错 这件事很重要 对吧 消费者要还是要有质感的 对 那我们转到这边来呢 重点是它的后座空间表现如何呢 其实我坐进去之后 今天不要由我来坐 今天浩生直接给大家看看 如果就是你平常家里孩子也很高大 对 对不对 那我有没有可能一台小车我也能搞定 其实所有人的乘坐需求 坐进来我身高一百七十六公分 真的完全不会局促 其实我们以前对于小型车的印象就是 大概二十五年前小型车 你坐到后座 你大概膝盖就顶到了 就直接顶在椅背上 对啊 可是现在的这个小型休旅 确实能够给你这么宽敞的西部空间 西部空间就算了 小型休旅最重视的就是头部 头部 头部即使有天窗状态下 他也有一个圈头 那往上看很舒服 对 天窗就是往上看很舒服 而且他有非常好的采光 所以不会让你觉得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 是的 那当然在中央的部分也有后座出风口 跟两个USB的插孔 这个是很多人敲完要有的配备 而且我注意到你的脚 可以很好的往前延伸 对 这个是重点 越来越多小车会注意到这一点 对 以前像我穿鞋子这样伸到前面 有些车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对 对 所以这个空间有时候 假设你后座乘客 他还带了包包 或者他拎了一些东西 他脚部还可以稍微制放一下 或者是进去的时候 稍微可以再进去的时候 才能点空间出来 对 这个很好用 对 好 来到车尾 尾灯一样 造型蛮突出 对 这个尾灯也是 增加他的这个视觉的辨识度的一个重点 所谓的羽翼式的这个LED的尾灯 那下面当然呼应了前面的 类似通气孔的一个设定 它也是亮黑的材质 再加一些镀铬 对镀铬 下面有一个排气尾饰管 跟银植的材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行李空间 这个logo打开 就是它的行李箱空间 标准有448公升的容积 其实以小型车来讲 它还是算蛮宽敞的 那尤其是它的平整度之外 它还可以做额外的延伸 把这底板再向下 又可以去腾出更多的垂直空间 你要放盆栽也好 放小朋友的脚踏车 把这隔板拿开 就可以放小朋友脚踏车 对 那另外下面还有一个隐藏式的置物空间 下面还有一格 对 还有一格 然后旁边两边也还有延伸 对还有延伸之外呢 其实这一格最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你要户外海边玩 一些湿湿的东西可以放在这边 去避免潮湿 那机能性看起来很好 对 机能性真的不错 那当然这种小型 跨界修宇最大好处 就是像仙背车一样 把它椅背打平 你可以放一些更大的 长形的物品都没有问题 嗯 对 那我们看到了天窗同级距唯一 进到车内就会看到另外一个同级距唯一 没错 驾驶辅助 Level 2 一起了解 浩森 ZS走单一车型单一价格 而且因为品牌就打博二价嘛 对不对 但是相备者在比较的时候 他一坐进车内 他一定可以感觉到 哦这个质感确实是很不错的 对 其实我当初试车接触到这台车之后 发觉很多惊奇的地方 第一个惊奇就是说我现在坐这张座椅 居然有六项电动调整 驾驶座有 对驾驶座有六项 而且是放眼70万几区这样的车款 很难看到这样的配备 确实 对 那再来我们放眼索机 它的整个中控台驾驶的界面 第一个三幅式的方向盘 有平靶式类跑车化设计 而且它是有皮质包袱的 加上红色的缝线 另外在中控台 我会在意的就是说 它的上面的材质 居然是软的 对不是塑料 不是硬塑料 对 这个软的部分呢 在边缘的地方 还有类似缝线的压纹 确实 第一个让它的质感就加分了 再来就是它中央的部分 我可以看到它有 类碳纤维的皮革的包袱 加上红色的方向 而且很软摸起来 对摸起来是软软的 加上左右两边立体式的 这种涡旋式的出风口 你会觉得这台车 是不是只有八九十万以上的加质 因为HS我们有看到吗 对不对 所以小老弟也有 然后让你觉得质感很出众 然后延伸到中间这里 等一下它也有一个手把 而且连这边也是软的 也是软直的包袱 就算我们穿短裤这样子接触到 它也是软软的 对的 这些点就会让你觉得 我这个钱花得很值得 对那当然它也包含了 都标配的这个数位的仪标板 而且这个数位仪标板 它还满多彩的 它不是那种很单一的 简约的风格 里面也有包含 你在主动驾驶辅助系统的这些运作状态 车辆设定等等 那另外在中央的这个10.1吋的大萤幕 这尺寸也比较大 对一看就很舒服 对另外它也搭配Apple Cafe 以及Android Auto 然后还有360度环境 没错很多人想要都没有的360度 而且它360度环境有两个操作界面 嗯 一个是你萤幕上可以直接触控 对另外一个是这边有个按键 排档前面这里 对或者是你直接打R档 它就是对 所以就这样听下来 确实就觉得还蛮大满配的 对那虽然它的动力设定 不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设定 但是你要想1.5的这个NA的引擎 有120匹马力 其实算是中等身的水准哦 那加上它的CVT的这个变速箱 它有8速的模拟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它的方向盘辅助力道有三段的调整 对那这对于很多 比如说女生它的力道 转向力道比较没有那么重手的话 那它就把它调整为比较轻的辅助力道 你在市区停车会比较好听 对你看我们现在进到 你可以是轻盈的或标准的 或是你喜欢沉稳模式 那这些就是ZS它很独特的一些配置 对那像我开车的时候我就喜欢沉稳 我也喜欢沉稳 好谢谢浩生 那它的竞争对手当然也很强 因为它会不会是一只霸王鸭呢 就是Yaris Cross 阿源到我们了解一下 那Yaris Cross呢 目前还有三个等级 而且这三个版本的价格 刚好包夹住了MGZS 入门版是71万元 中阶版是75万元 高阶版是82万元 那即便是高阶版这样的一个价格 其实还是比本田的HRV 还要再更优惠一点 那也因为这样 和泰定下年范两万台的一个销售目标 就是因为它的价格 和配备上来讲 都是相当具有优势的 那Yaris Cross 它的车身长度大概四米三左右 而且在回转半径大概是五米二 所以在都会区游走啊 回转停车 钻小巷其实都很方便 但不会因为它的车身格局比较小 就牺牲它的空间 它的行李箱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非常好优 对四百五十八公升的一个行李箱 而且在底板下方 还有一些多的置物空间 你可以放些随身的小型物品 而且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它的第二排空间 也不会显得过于局促 其实空间的灵活性来讲 是相当不错的 那全车其实搭载 1.5升的自然进气四缸引擎 106匹的马力 扭力部分14.1公斤米 虽然动力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它所搭配的CVT的变速箱 调教的其实还算是轻快 而且它的重点是 省油性表现相当不错 平均油耗是17.5 这在同级上来讲 也是相当优异的一个呈现 毕竟这样的一个车型 就不是要出去跟人家输赢 省油好开轻松 才是它最大的一个重点 那刚刚讲到它的配备很不错 其实入门版就有 这样一个17寸的铝圈 LED的头尾灯 甚至还有引擎启动按钮 还有电子式的手刹车 中央也有9寸的 9寸的一晶触控萤幕 你也可以去使用ACC的功能 那在中介版本 它的17寸铝圈变成双色的 而且还有这个电动后视镜 免钥匙进入系统 重点是它有 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我觉得这对于台湾的消费者来讲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夏天炎热 有这个配备的话 其实冷房效果会更好 那高界车型 它会出现这个LED的雾灯 同时它会有更多的一些 银色四条点缀 车顶架 还有这个脚踢感应色尾门 这个时候仪表板会变成 7寸的一个数位仪表板 那在安全的部分 它有盲点侦测系统 还有RCT 后方车侧的一些警示的功能 所以我相信 Yaris Cross的出现 其实已经让它的同期对手 有点担心了 甚至部分的车款 已经开始推出了 加配备的特色车型 但可以预见的是 Yaris Cross 它未来在市场上的能见度 会越来越高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品牌本身就有口皆碑的 大家对它的信心度 再加上了 这一台车本身出来 空间也好 油耗表现也好 各种你都很有可比性 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那就是车主每年都在响应 然后很特别 GoGoLow的快闪活动 今年有什么样的不同特色 稍后一起聊 地球黄金线3000级 超过12年对车的专业 它是爱车人的最爱 这次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今天终于看到实色了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是哪一台车 无数个主题企划 达人带路试车报告 我们带你一看究竟了 走 11月9日 地球黄金线3000级特别企划 地球黄金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真是树立像 我们现在自驾了 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是要选择你也看不到的 凯车油门地球黄金线邀您一起上线